根据台湾经济研究院的统计指出 台湾的纺织品截至2016年底 光是缩织布和针织棉布累积的库存布料量 就已经达到了439443千平方公尺 这些布料如果没有办法被制成产品的话 最终会被焚烧、销毁或掩埋 这样会排放一些温室气体 导致空气的品质变差 而且主要就是对气候变迁会有不利的影响 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致力于推动永续时尚设计和绿色生活的Picope挑品 发起了穿上改变Wearing Change 这个活化纺织品闲置资源再利用的计划 包括使用台湾纺织厂的库存布料来制作商品 落实有需求才生产所谓产品零库存 而且还回收利用纺织厂减样测试的废弃部 制作可以重复利用的物流包装袋 结合超商的通路来一起挑战 零库存、零废弃的具体减缩行动 而挑品不仅为台湾的永续时尚立下标杆 也让大家再次看见我们社会创新组织的丰沛能量 透过创新方式来解决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 可以找到人类和环境之间共好永续的平衡 我们社会创新的核心精神就是众人知识 众人助之 祝福我们PQP挑品穿上改变Wearing Change 零零库的募资计划顺利成功 也欢迎更多支持社会创新的朋友们 共享盛举 谢谢大家